咱看一下七题吧 咱抓紧啊 抓紧时间 说便利元素节点数在圆形链上编程 这个题吧 你回去自己考虑考虑 这题我先不跟你讲了 回自己考虑考虑 这个便利元素 来听我说 便利元素节点数 它分为两种方法 就它分为两种题义 一种是简单的 什么叫简单的呢 比如我给你一个负节点 你把它的子节点 全给我便利出来 什么叫便利 全部查找出来 并且打印出来 能弄于是吧 这是一种 这是最简单 最低级的方法 是不是这很简单 对吧 一个chownose 挨个打印不完事了吗 对吧 第二种 就真正要打印出一个竖形结构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节点数 我给你一个节点数 回去考虑考虑 这是个思想型的问题 也没什么难的 就是这个D规矩出来了 比如现在给你个DIV 里面有个P标签 里面有个Span标签 这个Span标签里面 不好意思 还有还有个Strong Strong并行的 还有个B标签 好了 现在我给你这样的一个竖形结构 比如说我把DIV给你 我让你把DIV里面的层级结构 全打印出来 比如DIV 第一层层级结构 有个P标签 有个Span 然后第二层 里面有个Strong 里面有个B标签 那东西是吧 就是把它分层打印出来 其实简不简单 从思想上简不简单 先看啥 先看DIV 子元素节点门 是不是打印一下 然后再挨个判断 这些个子元素节点 它还有没有子元素节点呢 有的话 是不是一直往下打印就完事了 是不是就应该这样 对吧 回去考虑考虑这个事 这是思想性的事 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 封装函数 返回元素E的DN层祖先元素节点 这个要说 返回元素E的DN层祖先元素节点 返回元素E的DN层祖先元素节点 什么意思 比如现在 DIV里面有一个 四状 四状呢 里面有一个Span Span呢 里面有一个I标签 回去摸写的 写个网页摸写了吧 是不是高低得写一个 高低得写一个 那是基本功问题啊 高低得写一个 咋的胖子 一个都没写 写了 小胖还是挺有正事的 别看在群里一天 一天在群里没正事 回去之后还是挺有正事 来 行了 比如现在 我把这个元素 听说 我把这个I标签给你 行吧 别唠嗑了 听说 我把这个I标签给你 现在我让你给我返回 这个I标签的 第二层祖先元素节点 什么叫祖先 就负节 对吧 第二层负节点 第一层是不是Span 第二层是不是Span 现在我让你封装一个方法 把元素传进去 把第几个祖先节点传进去 然后抽完之后 这个函数运算完之后 要返回这个结果 给这个函数起个名字 叫Return 然后第一个放的是谁 第一个放的是你传什么元素 对吧 Element Element 第二个放的是 Number N 对吧 N OK 好封装不 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不是 现在我把元素I给你 我让你求它的第二层祖先元素节点 咋求 第二层有方法直接能跳到第二层吗 没有吧 是不是一层一层来 先求一层再求一层 对吧 还有多少层呗 先求一层是怎么着 它的Parent Element 对吧 然后再Parent Element 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再Parent Element 也就是说N有多 N是几 就多少个Parent Element 是不是这回事 对吧 那基于N 是不是写个循环 或者写个什么东西 只要让它循环操作 不就行了吗 对吧 那来吧 那怎么写 写个啥 For循环 或者 Y循环就行吧 对吧 是Y循环就行 以什么为循环条件呢 以N为循环条件 反正也行 咱先不管 咱先不管 咱先这么写着 咱先写着 一点点完善 对吧 咱想不出来 为啥这么想 来 那Y循环里面写啥 是不是写的是循环操作 怎么个循环操作法 Element等于 Element 每次都让Element 等于它的自己的 就一次操作就是等于它自己的负极呗 再次操作等于负极呗 然后最后一次把这个Element返回就行了 对吧 或者说你在里面新建一个变量也可以用这个变量来储存结果是不是也行 咱们就懒得见那个变量了吧对吧 这样的话是更好啊 那现在我 N有多少次我让它循环多少圈咋整 是不是写N 然后呢 N N-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是不是N-完事了 比如说N是二的话 N要-减几次才变零 是不是两次正好符合咱们的要求 N是1的话是不是一次操作就完事了 对吧 1-是不就完事了 对吧 那咱看一下啊 这个行不行 咱先试试呗 所以现在我把这个I给它弄出来啊 For I 等于Document.getElementByTangNameBy0 OK 然后现在呢 是ReturnParent 我把这个I放进去 把R放了来 一回车 是不是装 I上面第二层是不是装 再来 I上面第一层 是不是这个 那我放个零呢 能处理零吗 这也行 零的话根本进不去对吧 直接返回Element 是不是自己 对吧 哎现在咱们玩个 玩个野蛮点的 来个10 回车 他告诉你报错了吧 告诉你 Can I read property ParentElement 什么意思啊 没有第十个 也就是说到第六个 第七个可能说就是Nan了吧 Nan没有ParentElement吧 对吧 那怎么办 咱们要容错吧 你不能超刚对吧 不能超刚 那怎么容错 是不是当这个Element 你看啊 他报的错是什么 他说Can I read property of 什么什么东西 ofNan 也就是说他最后往上 往上求他负集 求他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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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到最后有一个是Nan了吧 Nan再掉ParentElement 是不是错了 那咱是不是得判断一下 如果这块你已经等于Nan了 就如果这个Element 已经等于Nan了 是不是等于Nan 就没有意义了 那你就结束吧 是不是就完事了 咱们这块再判断一下 这个Element 是不是就行了 你这个Element的时刻有意义吧 如果你这Element 变成Nan了 那还往下求什么呀 是不是到这块结束就行了 你就返回Nan 是不是就完事了 嗯 对吧 可惜 就没了 没问题啊 OK 再来 是不是变Nan了 对吧 咱再试试啊 看看他什么时候才真正变成Nan 到5是不是 到5是一条毛吧 到6是不是Nan了 然后如果咱们写10的话 写10的话就是说到6的时候他是Nan了 然后他还想到7对吧 到7的时候再进行Wile循环的时候 他一判断Element 他已经是Nan了吧 是Nan 是不是这个并且关系 根本就不能成立 然后直接退出了 对吧 是不是10 是不是6以上的 根本就不算了 对吧 6以上的反馈结果都是Nan了 OK 这个就完事了哈 完事 来 接着往下看第三个 第三个咱先撂着哈 第三个比较复杂 看第四个 编辑函数封装My Children方法 解决以前部分浏览器的兼容性问题 啥意思呢 这个Trojan其实兼容性很好 但是I14 I15他也没有Trojan方法 这个意思就是 换句话说 咱们把这个兼容性的问题刨除 就是咱们想用自己的方法 去实现一个Trojan功能 Trojan功能是啥 找该元素的 子元素节点 对吧 不是子节点门 子节点门 是不是五花法门什么都有 我现在就要子元素节点 而且不用Trojan来实现Trojan功能 就是不用Trojan来实现Trojan功能 咱封装一个My Children 这样一个功能啊 比如说在哪封装呢 在这个在原型那儿写吧 是吧 Element .Prototype.My Children My Children My Children 这样一个方法 我一定要用这个MyTrojan方法 我就Return出一个东西来 这个东西就是子元素节点的即可 怎么办 我现在不能用Trojan 就里面不能用Trojan属性 那用什么代替 是不是ChileNose 对吧 用ChileNose 用ChileNose代替吧 对吧 里面杂考 Ware一个Chile的 先等于this.Chile的 Nose 对吧 然后Ware一个LEN等于 Chile的 点Lens 因为咱们要循环啊 对咱们要循环 然后再来个容器吧 先放着这个容器 容器一会就要返回这个容器 是吧 这容器里面放的就是咱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然后来循环吧 报循环 I等于0 I小于 LEN I++ 然后干嘛 然后干嘛 现在咱们刚才求的是不是Chile 是什么 是它的所有的紫 紫节点 紫节点五花版本的吧 我要从紫节点里面挑出元素节点 放到框里 然后再返回 是不是这样 对吧 怎么挑 B4 Chile I Node 是不是等于 E 如果等于1的话 好 框接受你了 对吧 怎么接受 就把Chile的I放里 就完事了 是不是这样 可就是一个考思想型的问题 就是 这题就是问你 如何区分元素节点和非元素节点 对吧 这样 OK 嗯 再写点吧 写个B标签啊 然后写个ABC啊 然后 注释一下 OK 然后把DIV放进去 把DIV放进去啊 来 DIV点 My Children 是不是得回车 是不是得括号 因为它是个方法 对吧 这不是圆形链它的吗 圆形链的话 是不是这样的话 直接可以交用了 回车出去把这俩返回了 对吧 回车出去把这俩返回了 对吧 没问题吧 好 这个先完事了 自己封装Has Children方法 不可以使用children属性 咱有一个Has Chilnose方法 记得吧 如果有Chilnose的话 它返回True 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返回Force 这个东西Has Children 咋办 是不是就是基于原来这个 它就是基于这个写 先利用Chilnose 把这个东西圈到一起 然后还是一个Fall循环 看看有没有 元素节点 如果元素节点的话 直接返回True 如果没有的话 到最后返回Force吧 是不是在计数场 改一改就行了 如果这样的话 返回Return True 如果Fall循环 结束完了 还没Return出去的话 是不是到最后Return Force就完事了 出去这么简单 对吧 出去这么简单 没啥吧 OK 行了 咱看第三题 第三题比较难度 就是封装函数返回元素E的 第N个兄弟元素节点 刚才要返回的是负节点 对吧 第几层负节点 他说现在封装函数返回元素E的 第N个兄弟元素节点 当N为正的时候 返回后面的兄弟节点 当N为负的时候 返回前面的 返回前面的兄弟元素节点 然后N为0返回自己 有啥意思 他要这样 他要封装一个函数 Function Return Sibling Sibling E 这个E是咱们传的一个元素 这个N呢 就是 他的第几个 是吧 兄弟元素节点 对吧 为正的话 返回后面的 为负的话 返回前面的 对吧 为0的话返回自己 那 对于他来说 其实他的基本思想 是不是和那个返回元素节点 那个 返回元素 祖先节点 那个差不多 对吧 是不是他的基本思想 和返回元素组先节点 差不多 组先节点是Parent Element 兄弟节点是Next Sibling Next Element Sibling Previous Sibling 对吧 不就是那些东西吗 然后绕圈调用 不就完事了吗 他不就要这种东西吗 对吧 然后咱先想吧 先想 由于这个N是不是分正负 N3正负的话 就有两种处理方法吧 要么为正 要么为负 是不是为正的是一种循环方法 为负的是一种循环方法 是不是得写俩啊 所以一开始最好的话 是不是得一负N大于0 对吧 然后Ils 是不是N小于0 对吧 IlsN小于0 然后在这里面 是不是得来一个循环呢 来个YL循环 在这块 是不是还得来个YL循环 是不是正常常规结构 是这么写的 对吧 但是咱现在不这么写 这么写行不行 也行 但你要不下麻烦 你可以这么写 我来一种简单的 先写YL循环 然后以N作为YL循环的一个循环基数 这个N为0的时候 循环是不是退出 然后在里面 我再判断 ifN大于0的话 然后怎么怎么着 写这个处理代码对吧 N大于0 N每次是不是得减减 IlsN是不是就是小于0了 然后写处理的函数 然后N++ 是不是完事了 所以这样的话 一个YL循环是不是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在YL循环里面处理问题 就不用写俩循环了 是不这样的话 写下来效率更高 对吧 所以把上面那个pass掉 行了 那咱基于这个慢慢写吧 咱先看 咱专注 先看N大于0 N小于0先不看了 就看N大于0 N大于0 反正肯定会有N--- 这同意吧 要不然你咋循环呢 对吧 然后咱按刚才那方法来呗 刚才方法啥样呢 比如说 Y等于1.next 咱不考虑坚荣性的问题 假设它都坚荣行吧 假设都坚荣是怎么着 next element sibling 是不是Y等于1.next element sibling 就完事了对吧 这就完事了 对吧 对吧 然后这呢 Y等于1.next previous sibling previous element sibling对吧 element sibling sibling不是兄弟的意思吗 对吧 兄弟的意思啊 sibling 然后 是不是差不多了 然后咱写到这咱先不是哈 你就你就笨想 它肯定是有一点问题的 比如说这个N如果超大怎么办 对吧 N超大或者N特别特别小 对吧 N特别小没事 N如果超大呢 比如说正一万 它没有正一万个 那最后肯定它导到边界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个N N.next element sibling 是不是肯定会报错 对吧 那这块三是不是得加个兼容 咋兼容 E首先都有E吧 E有E 然后你再看N的事 对吧 E有E然后再看N的事 不是应该这样 对吧 然后到最后 是不是返回这个E OK 咱看一下啊 来 嗯 写吧 再来一个 然后咱们求一个中间的吧 求个strong 把死状拿出来 for一个strong OK啊 好 reference sibling 把死状放里面 把E放进去 回车 出的是I 比如死状的下一个兄弟几点是I 是吧 然后再下一个是不是 是这个address 对吧 address 再来第二个 address吧 第三个呢 是不是就难了 第一万个呢 一千个 是不是也难 是不是在容错也做完了 对吧 然后往前翻 负一个 是谁 是p吧 负二个 是不是span 看错没错 负一个是p 负二个是span 对吧 负三个有吗 没有 是难了吧 负300 是不是也是难 没问题吧 放0 0是自己吗 0是不是咱就没处理 直接就跳上去了 对吧 0的话是不是就返回死状 是不是没问题 这个思想是没问题 能懂我意思吧 好思想是没问题 好了 现在咱们在这个基础上 加深点难度 来听说 在这个基础上加深点难度 咱们要考虑到一个 咱原来没考虑的问题 考虑到啥呢 这个nextelement sibling 和previouselement sibling 这点 它兼容性不好 咱们说了这个IE9以下不能用吗 对吧 那如果IE9以下我要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办呢 我不能用这个特别方便的了 怎么办 用啥 咱是不是还有个方法 还有方法是nexte sibling 对吧 但这个nexte sibling有没有问题 它是求下一个节点的吧 是不是下一个兄弟节点的 他可不管你是不是元素对吧 你是下一个节点 你跟他挨边是不是就算 对吧 但是咱们现在要求的是 这是第几个兄弟元素节点 那用这个方法来弥补上面的方法 就得处理一下吧 所以说咱先写一下哈 咱怎么写呢 来先判断一下 if if1.nextelement sibling 如果能用的话 那是不是还用它 对吧 能用当然用它了 如果用不了的话 那没办法了 这是比较IE的情况对吧 IE的情况咋办 咱给他写箭容 咱先想想哈 如果是IE的话 这个情况怎么办 咱们一次就说 一次while循环 咱要解决什么事 你说一次while循环 要解决什么事 比如说现在 N12 就是找它的下两个兄弟元素节点 对吧 挺好 是不是找下两个兄弟元素节点 那每一圈while循环 都要解决 找到下一个兄弟元素节点吧 对吧 刚才这个方法 是不是nextelement sibling 直接就找下一个了 而现在 如果你给它换成 1等于1点next sibling的话 它找的 未必是下一个元素节点 它可能找的是下一个节点 但这不是咱们想要的 while一圈循环的结果 对吧 咱while一次 咱就想让它找到 下一个兄弟元素节点 对吧 那怎么办呢 这么写肯定是不行了 你这么写可能下一个文本节点 给你选来了 对吧 你去两圈之后还是文本没准 它根本就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那怎么和上面保持一致呢 是不是咱最好是这样 在一圈while循环里面 咱尽量要什么呢 咱尽量这样 先判1等于1.next element 1等于1.next sibling 咱先看看这个时候的 1的node type 是不是等于1啊 是不是得看一下这块 看的是不是等于1 等于1的话 是不是也是元素节点吧 是不是就成了对吧 如果你不是1呢 是不是得还继续往下来 换句话这块 如果你不等于1的话 成立的话 说明还没到位 对吧 说明这功能还没到位 没到位怎么办 没到位 那你就接着来吧 没到位 是不是你就得接着来 直到你到位为止吧 完事了 是不是再来一个 1等于1.next 啥意思 现在死状 就是吧 现在死状 这是一个元素节点 他现在 他的next sibling是啥 是不是文本 文本一判断 是元素节点吗 不是元素节点的话 是不是这一圈 wile循环 我还没有达到效果呢 是不是就得继续来 要不这个wile 白循环了吗 对吧 继续来是不是得看这个文本的 下一个节点 是不是元素节点 是不是这个意思 直到事为止吧 直到事为止 对吧 有可能文本 后面还是那啥呢 有可能这块还是注释呢 那你现在这个strong 后面 看这儿 你现在这个strong 后面 他是不是一个文本 文本后面 是不是还是个注释 注释后面 是不是还是文本 这仨都不是 这仨都不是的话 这一圈wile循环 就一直没结束 对吧 一直就得到他能找到 这个i标签为止 是不是应该这样 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我写 我模拟这个过程 就是先看 你这个下一个元素节点 是什么 然后给他附到这个e身上 然后再看e的notype 是不等于1 如果不等于1的话 是不是接着往下手 是不是还能往下继续训算 能立约我意思不 直到找到为止吧 直到找到为止 OK 当然了 咱这么写肯定是不行的 这只是咱表示一个思维流程 对吧 你这写写到啥处是为止 那怎么写呢 写个循环吧 什么地方 循环为止了 是不是完事了 他我给你写个循环 for循环 听我说for循环 还记得我那时候跟你们讲for循环吗 我说for循环的每一个位置上 未必非得像常规那么写 第一个非得watch 第二个非得谁小于谁 是未必非那么写 对吧 只不过咱关注他的执行顺序就行了吧 好 放循环的第一位 看我给你写哈 第一步咱想干啥 咱考虑刚才咱那思维流程 第一步想干嘛 第一步是 我先把它去了 都去了 这块就一个放循环 第一步是先e等于1点next sibling 然后第二步是不是判断判断啥 判断e点node type是不是不等于1 如果不等于1成立的话 是不是还得继续来 你不等于1说明你不是元素节点呢 你不是元素节点 咱是不是得继续玩 咱怎么继续来在哪继续来 以后你可以写到大过号里面 但是不写大过号里面 写这是不是也行 继续来继续来的结果就是 还是e等于1点next sibling 然后它的执行体里面 咱啥都不用写 如果放循环的执行体里面是空的话 这个执行体可以直接去掉 在后面加分号就办事了 放循环和eve可以不用写执行体 能懂我意思吧 你加分号就可以啊 加分号就行 这样咱用一个放循环来解决了 这样的一个实际的问题吧 能不能懂我意思 ok不 这块能不能懂 其实放循环是不是解决了 刚才咱们的问题 你看看它的实行顺序 先是e等于1点next sibling 然后判断一下 这哥们是不是等于1啊 如果不等于1 咱是不是得继续 为啥会继续 因为放循环 它是不是会走这个 走后面的东西 对吧 走完后面这一句 它反过头来 是不是还得进行条件判断 判断哪 是判断这 对吧 是判断这 判断完这之后 如果它还是不等于1 是不是还咱还得继续 是不是还继续 是不是它还会走到后面这块 对吧 因为后面这块每次都执行 什么爱家家那块 对吧 反正它执行体之后 它也会执行了 这是放循环的一个特点 咱们这回就是 巧妙的利用这个特点 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了 听我说 我这么来写 只是为了给你开拓一下思维 听我说 我这么写 只是为了给你开拓一下思维 你知道这个东西 有更灵活的用法 真正开发的时候 你没有必要这么写 你就按照你正常的思维 怎么方便怎么写 怎么直观怎么写 我这么写只不过是 哎 让大家看一下 你看放循环还能这么用 能不能有意思吧 你千万别死记硬背它 你明白这么用就行了 能懂是吧 别死硬背 并不是说写的所有东西 都是正常开发的标准 其实你看 正常开发的代码是很无聊的 大家觉得 真就是中规中规矩写 就是按部就班的 这块该外套循环 外套循环 该放循环 大家谁都不会出花样的 能懂意思吧 但是这块 思维跳一跳去 还没完事呢 还没完事呢 哪没完事呢 这个代码写完之后 其实 有问题 咋会有问题 比如说咱看哈 我加一个控制 等会儿 我加一个控制 0 0并且这个东西 那是不是这个if写不写就没有用 他肯定无论怎么走 他都会走到IOS里面 对吧 我加一个0按的 那肯定他不会走这个东西了 对吧 对吧 OK 也就是说咱会让程序 强制他走到这个放径环这吧 是不是强制他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 OK咱看一下啊 呃 咱还是strong这个东西 还得加正数 不加附属 加正数 加正一 是不是出的还是I 加正二 是不是出的是address 是没问题这么写 你看我加正三哈 就出问题了吧 出啥问题 他说canary property no type of none 加三 加三怎么就烂了呢 这什么问题啊 怎么就报错 报成这样了 正当三不应该不报错吗 四才报错呀 来 听我说啊 同学们 如果咱们是三的话 他是不是得strong 先找下一个I 再找下一个address 是不是找到这里的话 实行了二了 是不是二结束了 对吧 二结束了之后 他还会干嘛 是不是找address后面呢 是不是会掉这个放径环 找address后面那个元素节点 对吧 然而能找到吗 address后面 一是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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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文本节点 文本节点 no type 是不是不等于一 然后还会继续吧 还会继续是不是走这 一等于 一是address 那个文档 他那个文本节点 后面还有东西了吗 这个文本节点 再调用一是address 一是address 一是address address 还会有东西吗 没东西了吧 没东西是不是none 就是文本再调用 就是刚才执行到这儿 e等于这个next e.next sip点的时候 返回的结果 是不是已经就是none了 就现在这个e 是不是就是none e就是none 他下一次是不是要进行判断 叫判断 none.notype 是不是不等于1 none能有notype吗 none是不是没有notype 没有notype 他是不是肯定会报这个错 cannot read property notype of none 是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找程序 找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看 就是先看报送信息 然后一点一点 按照顺序往后捋 看程序怎么执行的 你这错误自然就能找到 那对吧 那这样的话 咱是不是加个容缩信息啊 是不是先判断一下 这个e有没有 还有没有价值 是不是咱得判断一下 你这个e如果是none的话 那就别看notype了 那直接结束了 对吧 那看什么notype 你看notype肯定会出错 对吧 是不是先判断一下e就完事了 这样的话来保存刷新 哎 保存刷新哈 你再看是变成蛋了 再来4什么的肯定都没问题 对吧 因为到那块设计停了 ok好 停 然后咱把下面这块也完善掉了 怎么完善这块e i 等于1点 previous element sible 如果有的话 只行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 else 怎么办 是不是写放循环 是不是来第一步 e等于1点 previous 不用看上面了 你就想 你就回想一下怎么写 previousSible对吧 previousSible 然后呢 看看e 啊 现在来这么来啊 行 先判e有没有价值对吧 然后e no tab 是不是 不等于1 这是肯定的对吧 如果不等于1的话 是不是e还等于e.previous sible 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吧 这是整个完整的一个程序啊 回去好好写一写 琢磨琢磨琢磨这个东西啊 现在不给你时间写了啊 这是一个完整的程序 好好琢磨琢磨回去 把这块去掉啊 所以这样的话 写完之后 他就丰满了 如果你是IE9以下的话 他自动会 他自动就会跳到iOS里面吧 如果你不是IE9以下的话 他就执行上面这个东西 对吧 反正怎么执行都没问题 对吧 OK 好 行了 咱接着往下看 说没问题的这片 好了 再看到我们几个基本操作 咱上面的一系列操作 就说上面的一系列操作 全都是 全都是查看操作 是不是全都查找这个元素了 怎么把它找出来啊 再往下瞅 下面这些东西 是另几个操作 什么增啊 插入啊 删除啊 你看下面几个操作 加下来就一片 加下来就一片 所以下面几个操作啊 还比较简单啊 不是那么复杂 第一个 增加一个元素节点 就是咱能不能凭空创造一个元素节点呢 完全可以 别说元素节点了 节点它就是可以创造的 比如说文等节点可以创造 元素节点可以创造 就连注视节点咱都可以创造 就不用说非得说敲代码的方式去写 咱可以直接利用gs的方式去凭空创建一个 然后把它插入页面里面去 那东西对吧 可以的啊 咱们创建 咱先来最基本啊 比如现在我握一个div 我现在想通过gs的方式去创建一个div 怎么办呢 document.create element 这是一个方法 drcreate element 里面你添什么东西 你创建的就是什么标签 你添div 它就会创建一个div标签 并且给你返回出来 返回到这个div这个编量里面去 能懂我意思吧 那这个div 现在代表的就是一个div标签了 能懂我意思吧 代表div标签了 现在看一下 它是不是代表div标签了 然而这个div标签吧 听我说这个div标签谁拿着呢 javascript拿着呢 还没把它放到这个atml页面里面去吧 所以尽管说它创造出来了 但是被gs钻到手里 它还并没有说扔到页面里面去呢对吧 所以说现在并没有什么卵用 你知道吧 你只不过能看着它 你给它加什么属性 减什么属性 比如说你给它加点属性 比如说inner什么atml等于123 你回事再一看这个div 我刚打错了 div这样 div.inner html 你给它加个123 然后你再看这个div 是不是里面有123了 然而页面里面是不是啥变化没有 因为这个标签 它是gs手里握着呢 我gs说 我还没给你扔到页面 所以你看不出来 肯定看不出来对吧 但是它确实是创建了 那怎么把这个东西扔到页面里面呢 也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咱一会儿细 一会儿咱细致讲 我先给你看一看 咱document.body 是不是body标签 body标签 把这个div放进去 那这个div 就跑到了body里面 你看这个 是不是咱们创建了一个 上面咱自己写的吧 这是咱自己创建的吧 你看我把上面的删它 我把上面删 保存刷新 重来一下啊 现在body里面是不是啥也没有 对吧 包里面啥也没有吧 我通过gs的方法 调用document的点 包的一点 append child append child就是在我这个容器里面 加入一个东西 加入啥呢 把这个创建好的div加入进去 你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div了 对吧 此时你再给这个div加上点一些修改 initml什么的 123回车 是页面里面就发生改变了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ok 这是增加或者说创建一个元素节点 挺好叫元素节点啊 增加或创建一个元素节点的方法 叫create element 那你这create element呢 你写啥是啥 你写P那是P标签 你写死状那创建的是 死状标签 那没有意思吧 写什么就是什么 呃 我说一下啊 咱们过两天 咱们过两天再上课的时候 咱们这个桌椅就要统一换一下 这个 由于咱们人数比较多哈 现在就安排桌子是不太好弄 所以我给咱们的椅子全换了一下 每个椅子上面都有一个 就是会议桌那种 就是那种板 知道吧 咱们马上就会换 过两天就会有 所以过两天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电脑 那种东西是吧 因为过两天上升到一个实际操作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阶段了 前面这几个课 你听我天天这么叨叨 你懂写 其实没什么事 过两天有一个项目课什么的 那个咱们的现场写了 那种东西是吧 就把咱们椅子都给换了 到时候 来 行了 就是你现在就比如说 你现在来的时候可能电脑拿着不是很方便 你拿个本啊 你滑了滑了什么的 然后第二个呢 看啊 有个document.create text node 这个是创建什么的呢 比如说这个啊 比如说创建 创建 创建元素节点 换句话是创建标签的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Document.create text node 它是创创建文本节点的 就是这块写个 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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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新故事了哈 头两天我们请嫂子吃了一顿饭 嫂子发生一顿吐槽了 这以后得多请嫂子吃饭啊 素材真是多啊 我猜知道哈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你们登哥发生了点小意外 就晕到这个浴池里面了 我跟你说过吧 晕到这个浴池里面就直接昏 直接休克过去了啊 就差点没起来 然后他表面上跟我们是很震惊了对吧 风轻雨淡的 人固有意思对吧 或者什么这个 轻于红毛或重于泰山对吧 就开始来这转这个了 回家之后你知道吧 你嫂打电话 白天叔特别逗 我给你嫂打电话 你嫂过去了 白天叔打电话 说喂你干嘛呢 你嫂上班了 上班了 上班了 行 我能听听你声音就行 呱唧唧唧唧唧了 你嫂子一脸懵逼对吧 回家之后说咋的了 你都跟人家叙述了 你都不知道啊 我昨天差点死了 然后抱着你嫂痛苦 说了一句 吓死宝宝了 真事啊真事 你们嫂子在家管叫邓宝宝 管叫邓宝宝 然后回家之后我就学会了 原来你邓哥在我手机里面的备注 就老邓球 后来又改了一下邓宝宝 老邓宝 叫邓宝宝 叫邓宝宝啊 没事不冲突和他儿子不冲突 他儿子叫王宝宝啊 行吧 看下这个test啊 test回车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是文本节点 这文本节点 咱们创建吧 也可以创建 就正常来说咱就写到那里面吧 但创建完之后一会儿 他可以有一个插入操作 他可以互相的插入 那个时候就有点用了啊 咱先看看 这是创建文本节点 创建文本节点 ok 然后第三个创建注视节点 哎呀 这块我觉得就闲着了哈 这个注视 你说谁会创建他 查到里面去呢 注视这东西没什么太大用 叫create is a comment 啊 这this is comment 创建完了之后 这就是一个注视节点 当然了 这里面你必须要添一些东西的 你要不添那个东西 你创建节点还没有内容 那东西是吧 没有内容 这是注视节点 然后还有一个创建文档随片节点 这文档随片是咱们最后一节课的指示 现在涉猎不到啊 然后这个创建就完事了 这个单独的创建没什么太大用 咱得配合这个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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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操作哈 这个插入操作 第一个插入操作叫append child 咱刚才已经混个眼熟了 叫append child append child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节点 任何一个元素节点 都会有这个append child的方法 对不对 任何一个元素节点 都有这个append child方法 这个append child方法 你直接可以把它理解成push push push记得吧 再一个数组 最后一位插入新东西对吧 这个append child和这个push 基本上就是一个意思 基本上就是一个意思啊 比如现在 咱在页面里面来个div 来个div 然后把这个div选出来 把div选出来 0 ok 然后咱们创建一个标签 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什么呢 咱这样 咱创建一个文本节点啊 创建一个文本节点 咱不创建标签了 第二createtextnode textnode textnode 邓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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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div调用一个方法 叫append child 把这个test放进去回车 刷新啊 嗯啊对 然后你看啊 保存 因为这个div不是咱们创建的吧 div是不是页面里面 咱选出来的 对吧 咱只不过把咱创建的这个文本节点 是不是放到这个div里面去了 这样的话你会看到 这上面会出现一个登堡吧 在哪 是不是在div里面 是不是在div里面就把这个东西插入进去了 如果我再往里面插入呢 比如现在我再创建一个标签 创建一个span标签 叫createelement 下面写 span 是不是写字母串里面 你不能直接写span 都写字母串 名字 然后这个div再append child span 这个span是在这个文字的前面还是后面 是不是肯定会出现这个文字的后面 因为咱们说了吗 类似于啥 类似于push 对吧 那现在我还可以把一些 我再创建一个text text1 这个text1叫demo text1叫叫叫啥呢 叫create 行叫demo吧 叫demo 然后现在哈 我让span span span是不是也是元素 虽然说我创建出来它也是元素吧 span 既然你是元素 你就有append child的资格 对吧 你的append child 一个test1 是不是span里面就放一个test1了 再保存再一刷新 是不是span里面也有东西了 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插入操作 叫append child 没问题吧 这说没问题 看好 说没问题 可以吗 然后大家看好啊 这个append child 刚才咱们append child 都是把一个 把一个咱们创建完的东西 然后插入到一个已知的东西里面 对吧 现在看好 我要把一个已知的 已经在页面里面的东西插入到另一个东西里面 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现在把这个邓宝宝插入到这个span里面去 咱看看到时候会剪切啊复制啊 还出出问题出错啊 来 现在span 再append child append child啥呢 append child test 这个test是不是邓宝宝对吧 我现在把原来那个文本 在DIV的文本我要插入到这个span里面去 看看啥操作 我刷新了啊 刷新 再看 就跑这来了 插入的位置没问题对吧 但原来那个东西呢 是不是到这了 说明这个append child是什么操作 是减切操作吧 是不是这种减切操作 把一个创建好的东西放里面 那无可厚非 把一个页面里面已有的部分 append child到另一个部分 那就是减切了 能懂我意思吧 就是减切了哈 咱看一个更直观的 更直观的哈 span 一个DIV一个span 它俩是并列结构 兄弟结构对吧 然后现在 我把这个DIV选出来 我把这个DIV选出来 span OK 所以把它选出来了 对吧 现在我DIV选用append child的方法 我要把这个span 把它哥们放进去 一回吃 能行得通吗 是不是也行得通啊 本来是兄弟结构是跑到里头去吧 再一次说明这是减切操作吧 能理解我意思吧 嗯 嗯 这没意思 这没问题 好了这是append child的操作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操作啊 叫insert before insert before 这个insert before 这个insert before 它也是插入操作 这insert before的意思啊 我把它写出来 它的语法是这样的 语法是这样的啊 叫parent node.insert before ab 啥意思呢 比如说啊 我先给你解释吧 先给你解释吧 就是一定要复级调用 往这个复级的自己呢 里面去插入元素 怎么插入呢 比如说现在这个复级 这块是div 叫insert啊 什么什么 然后insert before 什么什么东西啊 这块这么理解 叫div 一定分开读啊 insert 是不是插入的意思啊 insert a before b 听我说一定是div insert a before b 这么来读 insert a before b 啥意思 记住我刚才的说法啊 我给你写一个 这是div 里面有一个span 假如这个div和span 我就都选了啊 咱假如一下 那我现在想创建一个strong 创建一个啊 quiz element strong 就是div insert 我现在想把这个strong插入到div里面去 但是怎么插入呢 我insert before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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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 before span 那这个strong 就会在span之前被插入 它最后的出现的位置应该在 这 能没有 是吧 叫insert before insert before 那现在我把它都选出来 div 哎 啊 他俩就可以 对吧 直接选出来的哈 现在你看 strong 是创建出来的 我现在想div.insert strong beforespan 那他就会在刷新 就会在span之前去插入这个独状吧 对吧 就插入这个独状 再来一个 再创建一个i标签等于document .create i 现在我还想我想把i标签插入到strong之前怎么办 div.insert before 先写谁 先写谁 一定是insert的第一个对吧 before是不是第二个 strong 是不是完事了 保存刷新 看看是不是到这了 就是insert before吧 就是读的时候你一定分开读啊 insert谁 before谁 对吧 第一个before第二个 读的时候一定分开读 没问题吧这个 是不是也没问题 然后最后啊 最后一个不算最后一个操作 多少这样的操作啊 比较简单的操作叫他 叫删除啊 删除节点 删除节点有两种删法 啊有两种删法 一个是别人谋杀 一个是自杀啊 谋杀什么意思呢 复节点删除自己的子节点 这叫第一种谋杀式的方法 第二种自杀式的方法就是 这个节点自己调用一个方法 自尽 他自己就消失了 那种意思吧 咱先看第一个哈 第一个是 副节点调用一个方法 叫remove child 你把这个child是谁写里面就完事了 这个副集就会把这个child给remove掉 删除移除掉哈 看一下 咱现在这个div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个子节点 那我现在div 我在这儿 div.remove child i 我把这个i标签remove掉 因为i标签已经有这个结构了 是不是在这选来了 对吧 把这个remove掉 一回车 看在页面里面 是不是就没有i了 对吧 其实这个remove 你觉得是真的remove吗 咱说控制台的第二条 是不是一定是返回结果 这块一定是re签的结果对吧 其实他是把它这个东西给 给剪切出来了吧 是不是给剪切出来了 你看 我发现一下i标签等于这个 握了一个啊 握了一个i吧 等于 div.remove child i 回车 看这i 是不是就刚才被剪切出来那个i 对吧 是不是剪切出来 对吧 这是一种方法啊 叫负集remove child 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 又刷新了 刷新了 页面里面恢复平静了 里面又是这三个标签了 现在这个i i说了 哎呀 生无可恋了 对吧 生无可恋怎么着呢 要自禁 自禁有一个方法 叫remove 回车 然后他就自己销毁了 是不是没了 然后你看 把这个磁状也remove不掉 这个span也是remove不掉 是不是div就空了 而且这个remove你看好啊 是不是啥都没返回 可真就是销毁啊 这能弄于是吧 真是销毁 这是ECMA5 这是 它是ES5里面的新方法 remove 原来没有了 原来只有remove child remove现在是有了 可以销毁啊 销毁 就是如果你想把这个 如果你想把这个标签 剪切出来 那种删除 留了以后可能还会用 那你就remove child了 如果你就 你就觉得它没啥用了 想删除 直接remove 对吧 行了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方法 叫替换方法 这个替换方法上进率不高 但是确实是有啊 咱看一看 那这替换呢 还是说 这个parent node的调用 就是复级调用 方法呢 叫replace replace child 然后这块你也记一下 叫new 后面是origin 什么意思呢 就要拿新的元素去替换 老的元素 明白我意思吧 一定是第一个是新的 后面是老的 比如说现在 再来一个吧 再来个p标签 创建出来的 p 发信哈 现在看这个div 是不是里面这种结构 我现在要替换了啊 div replace replace child 是不是第一个放心呢 我把p放进去对吧 替换谁 替换strong 一回车 再看div 死状的位置 是不是变成p了 对吧 死状的位置变成p了吧 OK 那原来那个strong是真没了吗 还是被剪切出来了 是被剪切出来了 对吧 这也是replace方法的一个应用 没问题吧 这些都是一个基本操作 基本操作 我也说一下重点吧 重点其实咱们常用的就是 第一个 document.create element 这个是最常用的 圣给messar基本上不出现 基本上没有 然后插入呢 apand child 非常常见 apand child和insert before 都很常见 这俩都很常用 删除 咱们原来 老式的编程手法 一般都是remove child 现在有了remove之后 我觉得是更方便了 这俩你全会用 全会用 这个替换我是没用过 我是没用过 因为好像没什么具体实战性的意义 再看一些属性啊 再看些属性 然后呢做一个小练习哈 几点老套 哇 才十分好 呃 看些属性哈 首先第一个属性是element的一些属 就是元素节点上的一些属性 element的元素节点吧 第一个属性是inner hq 把这些全清空啊 放心一下 嗯 把它也干掉吧 就留一个div 把div选中 ok div出来好 是吧 现在这个div上面 咱可以利用一个方法 就能看清吧 啊 叫inner html 这是它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能干嘛呢 能改变这个div里面的html内容 就是吧 你直接回车 它取 它获取的是div里面的atml内容 比如说div里面是有内容的 有啥内容呢 span 来个123 再来个store 234 保存 就是div 现在啊 div现在inner html 一回车 是把它里面的atml内容取出来了 这是取域操作 这个东西它可以往里写入 现在啊 我觉得你里面那个atml内容不好 我给你写入 写入一个123 一回车 是在后面去追加呢 还是覆盖啊 它就覆盖了 自此之后这个div 你看里面是不是只有123了 对吧 这不是追加对吧 不是追加 那现在我想在这个123后面追加一个456 怎么办 div.inner html 加等于 456 是不是追加了 加等于是啥意思 加等于的意思是 inner html 你先给我取值 然后加上456再复回去 是不是能执行加等于操作的 都是可负值可取值的东西 是不是可负可写可读的东西才能加等于 对吧 就这样的话一回车是变这样了 对吧 ok inner html 里面写个123 里面我还想写点 byground的之类的东西 你说能耗使吗 你说能耗使吗 Color我写个FFF 然后 哎呀 然后fone size 我写个20像素 行吗 这么写 行吗好使吗 有个好使吗 一定是好使的 我跟你讲啊 咱说了哈 这个元素的inner html 无论你写的还是取的 全都是html结构 你往里写html结构 html它就会识别的呀 那是html 能弄一次吧 那是html 你写啥它是不是就能识别啥 对吧 写啥就能识别啥哈 所以现在你看是不是好使 咱写进去的 你看它识别为一个这样的东西了吧 对吧 刷新了 真是好使的 知道inner html 能复能取啊 行了 这是inner 它用的几率是比较多的 inner html 用的几率比较多的 然后还有除了可以取和和这个写 html 还可以取和写它的文本内容 叫inner text 叫inner text 现在div.inner text 回车 它会给你打印出123和234 是不是div 你看div里面有个span有个死状 span和死状里面是不是分别中央东西 但现在你要是取它的inner text的话 它就不会管你那标签的事 它直接把它文本内容是不是取不外 对吧 这是取它的inner text 取它的test 那现在还可以inner text 还可以复制 你要是复一个123的话 一回车 那它就把你的所有东西全覆盖了 你看 这是不是也覆盖了 就是 就是inner text inner text在复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如果你这个结构里面还有其他的结构的话 你不要复制 它会把你的结构覆盖掉 如果你这结构里面只是文本 你想改文本的话 你可以复制 能听到我什么意思吗 比如说你这个div里面 你真正正正是啥都没有 你就是一个文本123 你想把它改成234 那你就这么改呗 你就div.inner text 你随便改 你inner一切码要改是不是也行 这么改也行 因为你不会影响什么其他结构 但如果你div里面放的是span span里面放的是234 那你就不能瞎胡改了 你要是inner text的 你要写个什么123什么的 span没了 span是不是就没了 对吧 span就没了 但你要取值的话 可会把那值取出来 对吧 所以复制度一定要小心 能弄一个吧 小心 这是取它的文本内容 然后取文本内容吧 有一个小的注意点 这个inner test 火狐是没有的 然后火狐里面给了一个 就是火狐里面支持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和inner test的方法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 叫text content 试一下text content 比如说div.text content 它和这个inner test是一样的 text content等于234 text content先取一下值 是不是234 对吧 然后负值也能负 但这个text content是老版本 的IE没有 老版本的IE没有 但现在听说 但现在咱现在不用关系那么多了 你知道这个兼容性就可以 咱们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 用这个inner test 就好了 这个意思吧 就是 就是出现这个text content的时候 你别不至于这个不认识就行 因为现在这个火狐里面 其兼容的已经很好了 也是老版本火狐不兼容 但那个老版本距离咱们已经很遥远了 很遥远 一般情况下就是inner test inner HTML text content 知道就行 知道就行 好了 今天咱们接触了操作上的最后一个方法 叫HMR节点 叫element节点上的一些方法 节点上的一些方法 就两个方法 一个是set attribute 一个是get attribute 好 现在div上面我要set一个attribute attribute 比如set attribute set什么呢 set class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demo 是不是这个div上面就被设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属性 再看这个div 就有一个class demo了吧 就是你想给这个div设置一个行间属性 那么就用set attribute的这种方式来做 能懂我意思吧 前面的是属性名 后面的是属性值 能懂我意思 这个也可以通过gs来动态操作 比如现在我想加个id 那怎么办 就set attribute attribute怎么着 id 然后呢 随便写个123 哎呀 写个on类什么的 对吧 一回车 看这个div上是不是就id了 对吧 就id了吧 那现在我想取 哎呀 这样我把这id再重设一下 我想取这个id值 也有一个方法叫get attribute 再看这个id 再看这个id get attribute 你说get一个值 你是不是只填这个值是啥也行了 工天价是参数吧 就只有一个 一回车他就把only给你拿出来了 这块来看懂吧 就是set和get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你就可以来一个动态的操作了 比如现在这个div啥也没有 原来你在这个css里面设置好了 就是有一个id叫only 这个only呢设置的是 比如说form size 20像素 color是白的 然后background color 可能是橙色的 这是一个id 它只代表一个 它只代表一个样是吧 是不是这个id还没作用给任何人呢 然后你可以通过gs动态的去改他id 比如说这个div.setattribute set一个id 等于什么 等于only 是不是它就变成这样了 对吧 是不是变成这样了 然后你还可以当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 if什么什么 然后再触发这句语句 是不是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动态交互效果了 对吧 以后再有事件的话 这是不是可以连成一个整体操作了 对吧 可以连成一个整体操作 OK 这没问题吧 并且这个行间的一个属性 并且这个行间的一个属性 可以设置系统没有了 比如说有一些属性 你会看到咱们上网 比如说咱找一些东西 看看吧 这样 找什么呢 找 m.sm.com 嗯 神马搜索怎么走 主页呢 连不连网 看 哎呀 比较卡哈 好也能出来哈也能出来 我看它上面有没有哈 我看它上面有没有哈 Data log 没有Data log我看看 Data token 看这儿吧 右键审查元素 看这儿吧 右键审查元素 CN应该是CN 随便找一个 找一个 对新出一个功能卡了吧 画楼神小马 那天玩了半天哈 那天玩了半天哈 随便找一个 找一个什么呢 情人节来了 不行这个太那什么了哈 不符合咱们口味哈 来这个吧 来这个吧 它会出来个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肯定有一些 我搜索一下 Data log 怎么都是这样呀 把点方式全换了 把他都换成这种大小方式的哈 稍等啊 就搜一个通俗点搜服装吧 就 再来Data log 啊 这这这这看这啊 看这看这看这 来大家看这啊 这块我选中之后 是不是出一个小条 这个小条 它是不是一个元素 叫A标签吧 看到了吧 这个A标签 后面有个Data log 后面写一个0 然后再往下走 这块是不是还是一个A标签 它代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块 那都是可以点击的哈 这块会写一个Data log1 然后下面每一个都会有一个Data log 这个Data log2 这是啥意思呢 这个Data log是一个打点的意思 在公司开发的时候 我们要统计 统计什么呢 统计每一个可以点击的区域 用户它的点击率是多少 那怎么统计点击率啊 就是当你去点击一个区域的时候 这个区域 区域代表这个元素 它上面会有一个V1标识 我们管的叫Data log 你点这个 点这个元素的时候 我们程序会索取这个V1标识 把它发到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来统计 它接收了多少个0 接收了多少个1 接收了多少个2 来代表你当前区域被点击了多少次 能懂的意思吧 这种东西 就拿这个Data log来做 然而听我说 然而这个Data log 它是人工定义的一个属性 它没有任何意思 这个属性只是为了储存 这个V1标识的数据 1234567 能懂的意思吧 它只是为了储存这个数据 那你说 假如说咱们都忽略一切东西啊 就是怎么发送 咱都不管 咱就看怎么来设置这个值 怎么来取这个值 就怎么来取这个值吧 怎么来取这个Data log 比如说咱们可以设这个Data log 我给这个Span 假如说我给这个Span 接着里面来A标签吧 A标签警号里面写个呵呵 对吧 然后里面有个Data-log 来个0 我怎么来取这个Data log 我咋取A标签 我给它选出来啊 你想想咋取 然后当A标签当onclick的时候 onclick是一种被点击状态啊 我就要console log把这个给打印出来 把它Data log打印出来怎么办 怎么办 是不是这个A标签的 是不是Based Gate Attribute Data log 就完事了 是不是Gate attribute 是取行间属性的值 对吧 是不是取行间属性的值 Site不是设置吗 Gate不是取吗 你这样一Gate的话 是不是一点这个A标签就出零了 再点A标签是不是出两零 是不是意思 然后把这个咱们学完这个服务端连接的时候 学完阿杰克斯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往后还发不就完事了吗 往服务信上发就完事了啊 就这么简单的事 容易吧这个 对吧 行间属性啊 行间属性 ok 那这样 咱做个小例子 比如现在我给你 三个标签 我现在要让什么呢 我现在要让 这三个标签的标签名咱能求吗 是不是no name 对吧 我现在要让这三个标签 听说我现在要让这三个标签 它的行间有一个属性 叫this name 叫this name 属性值呢就是他们no name 比如说第一个是div 第二个是span 这怎么办 要写一个程序怎么办 拿着先把这个标签是不是都拿出来 哦 拿着 是不是来个星 把他们都选来了吧 然后是不是for循环 i小于 哦点烂死 咱别管效率了 是吧 先这么来吧 然后呢 all i 是不代表当前元素 咋处理 set attribute set attribute啥 this-name 对吧 直是啥 直是 all i.no name吧 是把它放里头 ok 保存刷新 有没有 是不是都有了 看到了吗 这个是不是this name 是咱们设的 对吧 是不是咱们设计的 没问题吧 ok啊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 行了 咱们刚才也讲了不少操作了 咱自己 咱这回自己来练一下 有个小习题啊 咱自己练一下 有电脑子敲一敲 没电脑的话 拿纸画一画啊 然后实在币拿脑子想想也行 请编写一段javascript脚本 实现下面这段dome结构 就让你写 让你拿javascript来写 写 写什么呢 把这个结构给生成出来 并且插入到页面里面去 能懂我意思吧 把这个结构生出来 并且插入到页面里去 这叫按谁写的 对吧 怎么能这么闹嗑呢 对吧 但我觉得说挺对的 行了写吧 行了 这块还写了个提示啊 就是你要想编辑class的话 这有个简便方法 dome.class name 直接写这个也可以 但是建议大家写这个赛达出表 对吧 先生成一个div标签 再批标签 再赛达出表他 对吧 然后一层一层插入是不是完事了 来吧 写 咋写啊 沃尔 沃尔div 下的哎呦 应该create 对吧 create element 你 来 然后再来一个叫什么 里面的叫批标签 对吧 批标签 好了两个都创建完了 然后现在呢 先给他们做装饰吧 对吧 然后最后一起来插入里面去 div.set attribute 对吧 写啥 class 应该叫 example 对吧 然后批标签 set attribute class slogan 然后怎么个插入关系 应该还有文本节点 对吧 其实文本节点 咱是不是可以利用两种方式 inner一天毛 是不是能解决 p.inner 一天毛 是不是解决了 然后 是不是来一个test 插入也行 create text text note 是不是写什么 对吧 最帅啊 不好意思了 虽然事实是这样 咱不能老强调事实 p.append shell append shell test 然后div.append append shell p 然后document.body.append 想把它插入到页面里面 是不是document.body 对吧 append shell div 保存 刷新 是不是就有了 看这块 对吧 是不是结果就有了 在里面实现了吧 其实还有简单的方法 简单方法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了 你直接创建一个div 然后在里面直接写结构是不是完事了 对吧 div.inner atml 对吧 剩下全手写 剩下全手写 什么p标签什么的 对吧 也行 对吧 也行 尽量按套路出牌 按套路出牌 虽然咋的都能办 对吧 然后说一个附加的 如果你想改变一个div 或者想改变一个什么什么dome结构哈 或者atml结构 你想改变它的class的话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更简单的方法啊 就是div.class name 直接等于啥啥啥 直接能改变了 不用散在设备的也行 那种东西 对吧 你想改id的话.id也可以改 就是div.id也可以改 这个为啥可以 以后再说啊 反正是可以 然后留个作业吧 咱说个小作业哈 像今天下午的时候考虑考虑 啊 就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考虑考虑 下的时候就咱接着讲啊 肯定得接着讲啊 呃 这个作业是什么呢 啊 好了 大家听我说啊 首先封装一个函数 实现insert after 咱是不是有insert before 对吧 咱实现一个insert after 你看能不能实现 insert after 咱是没有的 封装一个insert after 封装insert after 然后第二个作业就是把 目标节点内部的节点逆序 比如说一个div作为负节点 里面有a标签 有em标签 现在我想让他负节点里面的标签 全够逆转过来 你说叫逆序 那东西是吧 那标签逆序啊 标签逆序 行了之前这么多吧 ok啊 中午想一想中午想一想 下午咱回来接着讲啊 好 好吧 谢谢观看